少年歌行,宋燕回书在两点,尹诺霞选择一人独好,雷云鹤在上青城。 时隔一周,少年歌行第二季又跟大家见面了,最新一集出来后感觉不是那么很好,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进步,比如雷云杰白剑那里气势不足,宋燕回和李寒一比剑那里又太过敷衍了,但这一集总体看下来还是有着很多看点的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宋燕回书在两点 就最新一集来看,雷云杰已经拦住了潜入苍山的神秘人,这个人就是宋燕回,至于为什么宋燕回要半夜潜入苍山,这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输给李寒一三次。 这次前来找李寒一比剑依然没有什么把握,而为了不至于输了后遭到雪月城很多人耻笑,于是他选择半夜前来,这个时候夜深人静,没有什么人会前来围观,而他输了也能立刻就走,可惜他碰到了雷云杰。 雷云杰是个直性子,凡事不知道变通,于是和宋燕回打了起来,宋燕回好歹是一城之主,自然不会杀他,但是雷云杰被打倒居然还不放手,这就触怒了宋燕回,最终彼得雷云杰拔出了听语剑。 而这可以说是李寒一最不愿意看到的,他不想自己弟弟是为守护拔剑,于是把怒火发泄到了宋燕回身上,而剑仙一怒一动真格,宋燕自然又再一次重复了之前的失败。 而宋燕回输就输在两点,一点是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管理无双城上。 无双城不比雪月城,只有一个城主,而雪月城却有三位,这么大一座城都归他管,他自然精力不够,武功进度也就放慢了,李寒一却是纯粹不管是,可以专心练剑,除非雪月城有危机他才会出面解决。 第二点就是儿女情长放不下但又不敢面对成了心魔。 他明明很喜欢隐落霞,但事无双城老一辈却都在阻止他取隐落霞,尤其是隐落霞成为雪月城的人之后更事无双城的人都在反对,宋燕回就这样一直纠结,慢慢聚成了心魔,武功自然也就止步不前。 02.尹罗霞选择一人独好 在又一次被李寒一击败后,宋燕回彻底吸了在找李寒一比进的想法,跟着尹罗霞去了她的住处,尹罗霞这次和宋燕回见面就是想挽回宋燕回心意的,想要宋燕回不要吧。 在管无双城的事和她一起生活,可惜宋燕回就是拿不定主意。 关键时刻,是尹罗霞途底闯进来报答宋燕回这个负心汉,而尹罗霞就这样看着没有阻止,后面更是笑了出来,但是等宋燕回已被赶走她就哭了,哭得很伤心,而她的徒底则在赶走宋燕回之后又回来看她。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徒底对尹罗霞有意思,事实上确实如此,可惜尹罗霞却没有喜欢上她,到最后虽然很吓心拒绝了宋燕回,却也没有选择自己徒底,而是放下一切选择了一人独好。 零三雷云赫在上青城 这一集最后,意外地出现了雷云赫的身影,看这样子她应该是又上青城了,而这一上山,肯定又要和赵玉珍有一场比斗。 其实不是很明白这些高手为什么总是喜欢找人比剑,但偏偏每次还都是自取其辱,宋燕回明之可能会输还是找李寒一比剑,雷云赫断了一笔也知道自己很可能不是赵玉珍对手,但还是去了。 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有执念吧?只希望雷云赫最后不要输得太惨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